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两个人应该说是遭遇比较早 等于是还没有到半决赛的两个人 在八强的时候就遭遇了 所以说也引起广大爱好者的一个浓厚的兴趣 到底谁能够胜出 对 本来尤其是这种快棋的一个比赛 然后双方又是夺冠的热门棋手 财神杯是在广东佛山举办的 每年年初由财神酒店主办 赞助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盘队局的经过 王廷一直呼先走 对 双方 本次比赛采用的是单败两局淘汰制 那么在第一盘棋当中 王廷一好像走了十几个回合 就输给了郑维彤 那盘棋可能走得太大了 在布局阶段走得很随手 所以说这次财神杯 王廷一状态应该说有一点下滑 而郑维彤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的神勇 对 然后我们看看他们第二盘棋的比赛 那么这盘棋也就是说王廷一是志在必得 如果要是下成了核棋 也就意味着王廷一就淘汰了 所以王廷一他平时摆中炮并不是很多 他一般喜欢走仙人指路 飞向局 洗马局 这些都比较多 他走中炮的时候 我就见他走七兵 有部分走 还有走直居 走三兵的 对 那这盘应该是背水一战 郑维彤可能布局也特别娴熟 所以他也应该说这个也是四样斗争吧 到底用哪个布局的去来进攻郑维彤 也是摆在王廷一面前的一道难题 对 那么最终呢 红方选择的是七兵系列 然后他调正马 七路马 对 黑方马二进三 然后狙击 这个地方呢 就是形成了一个中炮横距七路马 对平鲁马一个堂堂之阵 这个骑的特点呢 就是红方进行一种缓攻行 他不如直居 直居这个骑非常激烈 直居就引起马上的战斗 因为黑方就肯定要炮人四 势在必争 那么横距的特点呢 就是比较均衡 对 慢慢发展这个线手 当然黑方呢 也赢得了比较多的选择 是 比如说这个时候有狙击 还有向七进五 当然最多的还是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是主流 对 黑方古三向呢也比较稳正 因为补起三向呢 从旗杆来讲 他将在四四进五 这个狙能够开通出来 出类狙 对 然后红方走居一平四 对 这个平这个居呢 控制这个马基金六这个点 因为如果你居一平六 那他可能会直接跳马了 对 我们发现红方两个居都在一侧 这儿呢在开居阶段呢 就是等于重心呢 就不太平衡了 不太平衡 所以说我们 作为我们广大的爱好者来讲呢 怎么去分析这个旗里 有时候你一看 两个居都在这边 那能不能制造一些公式呢 对 那么现在离制造公式还远 那么也就说 红方的重心呢 左移了 那么右翼呢 就相对来讲了 有些薄弱 对 他倒并不说受攻 而是呢 就是说 你的重心都向左移了 右翼呢 就容易被黑方呢 有所反击 对 那么旗谱呢 这个旗原来也都有人下过 红方也只好对马 因为这个马的位置非常好 那黑方这时候在 炮八平七 炮八平七 对 这样呢 我们看红方的三路线呢 就有压力 那么原来前人都下午 都炮二平七 二平四 对 这个二楼炮进来 这样你不能捉 一捉他炮进四 双打 对 这个旗呢 红方的三路线呢 受攻 一句有名话 他炮二平七打掉 尽管双方呢 各有一个马受攻 但是黑方的象啊 已经飞起来了 对 阵型呢 显得比红方呢 还更加巩固一些 所以这个旗呢 就经过旗手们的 这个实战的检验呢 你要说黑方是一个 很满意的一个局面 对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老式的走法 所以这个变化就淘汰了 所以走到这呢 红方都是走 居一平四 都是防止黑方马金流 对 并且呢 左右呢 也比较均衡 然后黑方接下来呢 就有多种选择了 当时他实战是走的炮八歼二 正好说这个棋 好像一般我们 您说这个 黑方有不适 然后炮八歼二 然后还有这个 炮八瓶九 这种三种变化 那他实战这炮八歼二 是不是比 其他两种变化 更稳健一些 也可以这么说吧 当然炮八歼二呢 只是黑方的呢 一种注重防御的这个策略 对 因为不适是最老的招法 就不适这正好 对 然后湖王就炮八瓶九 就形成激烈的对攻 那么 郑维彤呢 可能根据这盘棋的需要呢 炮八瓶九也可以 就是形成一种 这个双方啊 都是开放性的 就是双方都有 这个进攻的机会 炮八瓶九 因为他将来马七进八 这样 七八进六啊 这些 有多条线路 对 就出来了 所以他走炮八歼二呢 他的目的呢 战术的继续 就是足三级来对兵 对兵 他把这个马 搅走活了 那么黑方相对来讲呢 阵型呢 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弱点了 所以这个思路呢 也是得到了很多棋手的认可 很多这个棋手也走炮八战 像洪志啊 他们偶尔也走一盘 还有谢奎啊 等等一些国内著名的大士 这招棋呢 也是在九年代就出现了 反正我最早在九年代就见过 八九十年代吧 所以说也是有传统的 那么走到这儿呢 红方一种是走兵五级 那么黑方可以足三级一队 也可以先补一手 这儿都可以 这两招呢 各有变化吧 因为进中兵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 巡航炮接了队了以后 我从中路 他可以马七进五跳上了 来有一种 巡航公司 但是黑方子力 比较活跃 而且阵型也比较坚实 也是足可应战 所以炮八战二呢 应该说他也比较符合棋力 比较简单 相对来讲 红方接了都泡八瓶酒 对 这个在九年代初就出现了 是 然后黑方这时候也有军一瓶号 出军 出军 红方也出军 对 然后黑方这时候 按照原定计划 走足三级一队兵 对 这个棋呢 我们以往的电视节目呢 也给大家讲过 讲过赵欣欣的这个对局 对 赵欣欣对这个横举西路马呢 对这个变化呢 是很有研究心得的 对 他好像先手棋下过很多盘 这种 对 红方呢 赵欣欣上次我们给大家讲 其实走G八进四 对 然后你黑方必须要拱 因为这个不能再迟疑 黑方在马三进四 然后马三进四跳上来 老普是G四平八 对 G四平三肯定 G四平八就拉住这个G胖 对 然后黑方G八级也侧应也差不多 对 赵欣欣就是强行这个对兵了 对 并且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 他是对这个郑维彤下的 对 所以说郑维彤呢 走炮炮剑儿呢 他是一直走炮炮剑儿 看来他是很喜欢走炮炮剑儿 对 他对炮炮剑儿这个棋呢 也可以说情有独钟吧 对 所以说这个变化呢 郑维彤呢 肯定是有所研究了 那他这盘下满 肯定有这个准备 对 那么王天一呢 就不愿在这个老变化里边呢 再跟郑维彤去较量了 对 所以当黑方走出 在一队族的时候 这个王天一就选择了一种 天马行空式的走法 他直接就马戏经楼跳上 对 强行这个跳马出击 当然他这个债术意图呢 是符合这个当时的 这个赛场的需要了 对 因为他不能合 他合不起 所以他尽可能呢 来乱中取胜 对 当然呢 郑维彤呢 一向是布局那些研究呢 非常的出色 是 那我们看郑维彤怎么硬 然后黑方 对 他祖三积一就把冰吃掉 那红王 然后只能马路径七跳进来 这个棋呢 以往呢也是出现过一些 对 这个走的不是特别多 就说零零星星的 有那么棋盘 对 我看16年这个 财神杯比赛的时候 王天一直后手 然后他跟这个 来自那个孟臣的大师 也下过一盘这样的棋 当时他后手走的是 胖尔晋三 他是走了一个 就是棋盒线路 这个棋 这招棋呢 也是比较有独特的思路 对 他就是不让你 郑维彤三这么捉 我的那个三组 然后 郑维彤七 对 孟臣是走了一个 郑维彤七 他等于是 胖尔放在这个险地 故意让你来捉 对 故意让你这么捉 这吃兵 黑方没看逃了 但是他走了 又走了一个炮尔晋一 对 他再炮尸 再炮尔晋一 对 他现在是逼迫你 这个郑维彤三 吃这个足 对 否则他就炮尔平三 因为这个棋呢 就是说你如果 直接炮尔晋四呢 他把它居四进七 对 就是说你如果 直接浸泡 这个棋啊 就是说像棋 这个意味啊 我们给大家讲一个 这个棋的这个特点 从战术上帮大家呢 来进行一个分析 就是如果你直接进 对直接浸泡 感觉挺好 有炮尔平三 有这么一个三向眼 三向眼 有马当中向 那他可能会马七进六 看住这个 然后这儿红方 将来有马七进九的起 然后跳马 跳马他可能得居二进二 那会砍炮吗 对 居八进三吃炮 砍炮他兵三级一 又是先手 等于说黑方这个 棋和这个马 有点问题 对 红方这个居八进三是先手 居八进三 他居二平一 然后再兵三级一 这个棋就是红方 两个居的位置比较好 能够对黑方形成 比较大的威胁 所以他当时 我看王天一后 王天一走炮尔平三 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见了马七进九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砍炮的机会了 对 同时没有你君子进三 他最主要是防在这周期 对 那他君子平七的时候 他再走炮尔平一 他一吃兵 他走炮尔平七 强行把他打掉 来打这底下 等于说双方对宫中 这个局面 黑方是取得一个 很满意的一个局势 应该说这个炮尔平三 也是别具将心 对 然后这个盘棋 走到这的时候 就是黑方 郑维同 就这样的一个局势 当他走后手 来迎战王天一的时候 他又变招了 他没有选择炮尔平三 这个走法 因为炮尔平三 他可能觉得 郑维同觉得 王天一可能 在这里边 又设了什么埋伏 所以说高手善变 他走到这时候 他又来了一个炮尔平二 对 炮尔平二 这个看来 小郑对这个旗 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就是说 不断地追求 新颖的这些变化 使这个局面 又注入了新的活力 那么洪方 那么接下来 还按这个思路走 进居 来 居四 进七 对 下部呢 准备马七进五登向 那么黑方当然 像不能丢 马七进六 保住 跳马 这个期 黑方这个两个弹子炮 循环炮啊 就是说对这个阵型啊 构成了一个 比较强大的 这种掩护的能力 对 等于说 你现在进居以后 红方这个 黑方之所以有炮尔尔 也是防止 对 防止你这个 马七进九了 对 你马七进九 那捉二斤二 那捉死了 那肯定不行 对 另外呢 就说他这个 水没来先地也罢 就说你这个再拱兵啊 他都可以不理 他可以适次进我 再把自己阵型巩固 对 当然 侯方呢 如果要想拼命的话呢 感觉还是要走 冰三集 等于这种 足三进一 比较 对 复杂一些 冰三集 先送兵 他不能吃 黑方要补试 这个其他一个是 拱国去 他很像高相飞吧 对 高相飞 或者直接马三进四 直接跳满 就说这两种变化呢 还是都有 非常复杂的变化 这样就双方 就在这个 巡河一线 进行一个缠斗的一个局面 所以这个旗呢 正常的发展呢 应该是向这个方向去 发展 对 而红方呢 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 因为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快骑比赛 每人就几分钟的时间 每方是六分钟 然后每步骑加三秒 对 这样一个超快骑吧 所以说在非常短暂的时间之内啊 这个王天一呢 他也做不了特别长时间的去思索 对 对这个炮热金二怎么 一下就抓得很紧 所以说呢 他这个时候呢 他就走了一个 一步骑就把这个骑啊 走坏了 对 如果说严重的话 就是这样 严重 对 因为这个骑啊 就是大家都知道 王天一现在是全国等级分第一 对 也是刚刚取得了 第二次的个人赛的世界冠军 就是世界个人冠军 同时也是去年的 这个全国个人赛的冠军 应该说 对 现在等级分的也第一位 所以说这个快骑呢 还是很有魅力的 就是即便是绝顶高手呢 他也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尤其是当这个郑梅同 走了一个炮热金二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思路的时候 他没有时间去思索 那肯定是走出新变化 对 新变化 出问题 如果要是走老变化呢 一般大家就熟悉了 对 出错的概率呢 就要低得多 是 那么郑梅同呢 现在是排名在 全国排名等级分是排在第二位 对 所以说呢 他们两个呢 是形成了 一个顶尖的这种对决 所以他们两个的每一次对阵呢 都是引起了广大爱好者的关注 对 那么这个棋呢 郑梅同由于第一盘棋呢 已经盈利盘棋了 第一盘棋呢 这个王天一啊 走后手棋啊 糊里糊涂的 一会儿就把棋子走输了 是 就说明他不带状态 这盘他也是背水一战 对 他这盘棋呢 倒是很拼命 他走炮就平七 但这个棋呢 一招棋呢 就把这个棋呢 走坏了 坏在哪儿 最主要 王天一呢 对这个棋呢 他没有注意到 黑方呢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防御的 特别好的招法 对 这个棋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红方正招 应该走兵三级 还能够演绎出呢 就是双方呢 比较 正常四围下的 相互缠斗的一个局面 对 他走一个炮就平七 是怎么样 他现在想灯像 对 黑方看起来呢 不好去防 对 有灯像 也有马七进九 这种双重打击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时候大家看一下 大家也可以思索一下 这个棋 黑方就走了一个 马六推四 对 马六推四 这要是唐谈 你想到了吗 完全没想到 因为第一想法 就是G8间 把这个像看上 看上 但是又怕他马七进九 马七进五 对 又这个连着先手 G8进五 然后他有一炮五进四 对 炮五进四 打中兵 还有大头发心的棋 对 我们每次大家摆一下 你G8间 这个棋 看着有点危险 对 如果你宝 他一打 对 这个棋 他就是 关键你不能 G2平三持 吃了马九进七 这还打着G 这就不行了 对 就G8间 看上是不行 对 G8间肯定是不行 其实奇迷朋友们 你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棋 就针对黑方 红方这个炮五瓶漆 黑方有什么思路 所以说 推马以后 黑方有什么思路 这个棋 就是等于红方 我们从换一个角度说 红方把黑方这个棋 逼得太紧了 对 黑方怎么去保 这三路线呢 区发进二 你说了 肯定不行 对 那他G2间 那肯定又太难受 对 这个棋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说黑方 大家这个稍等片刻 大家广告之后 然后我们再回来 继续给大家讲解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接着给大家 分析这个终局的局面 这个棋呢 就是在非常关键的地方呢 郑维通对这个阵型呢 看来研究的还是非常深刻的 对 他呢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 就走出了一个马六推四 对 这个回马 这个构思也是很巧妙 这个棋呢 就是说等于把红方的 这个进攻力量 全部给化解了 对 一招棋啊 作为他们这个级别的选手来讲 就是一招棋制胜 对 这真的是一招棋制胜吗 就是后边的这个棋啊 红方呢 就是什么棋都没有了 就看着黑方呢 全线反攻 就这招棋 它好在哪呢 如果你现在走 居于四平六的话 居四平六 黑方有一个power per1 可以再继续别住这个马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呢 不知道从哪去进攻了 对 那黑方可能下部准备 不是还要打死局的棋 对 所以说红方这个局呢 还很危险 对 他还要再调整 他局的退一都来不及 对 退一他就强行补个势都可以 对 你吃他power per2 吃他power per2 把局打死了 打死了 所以说这个棋啊 黑方这个几个子啊 有机配合 等于把红方的这个 并不成熟的攻势啊 一下子就打退了 并且呢 是 确立了一个多足的优势 对 开始本来也没想到 我认为这个炮有平7 是一个很好的棋 对 又马7进9 又马7进5 对马7进9也不行了 对 现在马7进9 他可以G2下捉你了 因为他这个四路马 看住这个卧槽这一点 嗯 所以黑方这个马6推4 是一个一招两用的好棋 对 这招棋呢 等于是 红方这个棋就难下了 对 那坦坦你说 这会走什么最顽强呢 当时我以为 可能会走个G8进3 长起来 因为怕黑光 这子三进一冲冰冲下来 嗯 但是后来一看 长局的话 红方 黑方是不是有个G2进3 也是近居这个 别马 这名一个四路 那他怕他 对 因为你G8平6 周五马的时候 我就可以有个 炮平3对炮的棋 哦 将来炮打底相 再把那四路 对 打底相再把马吃回来 那他G4平6呢 嗯 那如果现在走G4平6呢 G4平6 他可以炮八腿一砍上 哦 这个炮还是很 他可以随时炮八腿一砍上 嗯 这个棋也 黑方这个阵型很灵活 对 等于红方这个 这个G8 还是这个子力 陷入这个阵营了以后 将来还是有 比较多的后务之忧 因为红方 对 没有其他 子力呢 能够继续配合上 对 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局面呢 确实是红方呢 呃 应该说魏小正 这个马路退4啊 这招棋 然后 网络的画来讲 点赞 哦 点赞 就是说这招棋走完以后 确实红方比较 嗯 难受 所以王天一呢 这个 加上就是快棋啊 嗯 呃 他就想不出好棋了 对 后来这个棋呢 就是呃 溃不成军了 他走了个非边向啊 这个更不好 嗯 这个棋等于 呃 什么用都没有 而且让黑方都是先手 祖三斤一攻 对 祖三斤一冲 炮 七平六 然后他走了一个炮七平六 对 他想要把黑方这个兵引诱下来 但是 其实黑方呢 他实际上是走了一个G8进三 还有连冲的棋啊 这个足够可以很快就 下到这个降服 对 啊 黑方也是想要 他实际上是走了一个G8进三 想要安保自己的这个四步嘛 呃 这个郑维同啊 下棋呢 就说 他总体来看还是 比较 攻守平衡的啊 对 呃 特别是呢 就说 呃 他在第一盘棋已经率先的情况下呢 他还是不愿轻易弄血 他想走得稳一点 确保自己呢 不出毛病 对 我觉得呢 那这也是可以的 他走G8进三 对 那张老师按照您的思路 刚才说的是 可能是冲足是吧 对 这个棋就是 冲足可以给我们摆一摆嘛 就是 这个棋就是感觉黑方 因为他不能打嘛 一打 有姜嘛 姜出居 这个竹子就冲下来了嘛 都是先手 那他可能会走炮陆进一掌一步 那再平足 再平足 再平足 中炮还是躲不开 对 可能还得退一步 对 这个竹子一下到这了 肯定 退一步他可能再冲 对 那他可能还得再炮进一掌一步 那这个棋足到这了 将来还有这个冲姜的这些手 随时有冲地试 你是要我评的 他炮水平次 你巨二平六 他下你炮江 对 这个棋就说比较凶 这个棋有可能 黑方这个族啊 指导黄龙啊 对 但是当时的局面呢 这个张维同呢 他也不愿意弄太大的风险 对 所以他走巨八进三 巨八进三比较稳健 对 然后黑 红邦也是走一个巨八进四 嗯 红邦这个棋也很难去进攻 是 他也想着下一步巨八平六 或者马七退六这些点 然后 但是黑方是 可能是先动手了 他走了一个巨二进三 嗯 这个棋就说红邦呢 主要是 呃 进攻没有好的办法了 对 然后他走了一个马七退六 嗯 然后黑方是足三平四 嗯 这都是先手 对 都是先手 那红邦只能炮了平八 那红邦对 他走炮了平八 他想拉住黑方 走其他地方 这个拱霜了 对 然后这时候黑方 好像走的也很巧 他走了一个马三进四 继续登居 这个棋走得很好 对 因为这个棋呢 黑方呢 虽说这个子力啊 在足林县好像 看着有一点危机 但是他由于子力太结实了 是 就是说 他在自己的巡河县 和在自己的这个足林县呢 全部摆好了这种铁桶的阵型 对 所以他现在呢 这个马扑出来呢 完全可以放手这个进攻了 是 这个棋红方呢 确实呢 这个面临着这个困局 红方实际上是走了一个 G8平9 那正好这个棋 我也想问问您 就这棋 是不是可以走G8退1呢 有没有这种 强行就是拉住黑方 G炮的想法 G8退1 你看他是不是 炮二进三 然后再 对 如果炮二进三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 炮五斤四打一僵 对 这样看一下 你肯定是 得G8平5吃炮了 对 吃炮以后 然后我再G8进三 吃你的去 这样等于 等于说黑方 你不能马四进二登居 登居 有个马六进五 登中居的气 这样等同于 红方是用了两个炮 换了黑方一个去 这样他在炮二平四打马 这样炮二平四 再继续打马 对 这样红方这个马的位置 这个马很不能动 一动这G丢了 对啊 那他可能是不是 还得G8退1 强行这样看 那这个变化呢 这个棋是怎么样的 黑方是不是 还有这么大啊 对 好像是 又给一下啊 对 好像是 有个问题 在马六进四吗 在马六进四跳 一吃这么再把G吃回来 那也很累 反正这个棋呢 简单的说呀 黑方也是满意的 对 黑方这个子力呢 他也比较灵活 就算他现在是 冰四平五 对 把族吃掉的 很满意 对 这个棋呢 就说红方呢 主要也是进攻 无力 对 这个棋就说 黑方呢 还是很结实的 是 没有问题 就是他 最简单的 打了你 他把这个吃走 黑方也立即不败 对 可能他走过 巨五平七之类的 这还有丢子的危险 对 是 这个鞠 这个鞠马 处于显地 这棋 红方也很难 得到便宜 所以说红方 可能实战 也就没有选择 这个变化 对 他也可能看到了 这个用两个炮 换一个鞠 这个还是 还是不太满意 对 那这个张维彤呢 肯定是已经计算好了 因为张维彤呢 计算能力 也是比较强的 对 王天一呢 看到这G8腿一呢 必然形成 这个子力的大转化 对 他没有引起的机会了 是 所以他 所以他 吃也没用 吃也有个大交换 再次冒险走 去8平9 对 他这种走法 都是比较冒险的 因为形式所破 是 黑方走炮2平3了 比较简单 对 他走了一个炮2平3 其实走炮2平1也可以 炮2平1啊 炮2平1他可能也得炮8进1 炮8进1 是不是有个炮8进1 打鞠的一些起 对 这个鞠容易出问题 对 那他炮2平3也行吧 这倒不是关键 对 因为黑方呢 也是形式 他学的走得越明朗化越好 对 红方这也很不耐 他走了一个扑8进1 希望有这个炮5平8的一个机会 炮3进3这么一打 他是为了这个炮呢 进来阻止红方 这二呢 他是显得比较安全 他实在退中马 他马3退5 黑方在炮的名次 因为这个都是命令 我一打你 要得此 红方必须得骂5进7 对 这每步骑都是命令 黑方在阻止平3来靠双 对 那么张维彤现在这个棋呢 就是说他合了就能够取得 本场比赛的胜利 所以这个棋呢 可以说基本上胜具已定了 红方 红方是16进1 516市 对 黑方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足三井一拱 对 他15斤六在足三井四先吃个市 这样吃一个市 是 可能张维彤觉得那儿还容易给对方一个进攻的机会 他下棋很老练啊 对 他在这个稳战优势的局面下还是下得很稳健 对 他不急于求胜 对 所以这个棋呢 他就是下一个控制棋 对 然后这时候再十次进攻补一手 等于说红方这个子力也是没有一些好的位置 就是说通过转化呢 黑方还是确立了多了一个过和族的这个优势 并且位置呢 也加于红方 所以这盘棋呢 红方走到这儿呢 已经没有什么取胜的这个机会了 对 那我们看最后一段的双方的对局的这个经过吧 对 然后这时候他走了一个居九平七 居三平四 居三平四 然后这会儿是不能丢了 对 只能落势 然后他马四进六 这又是一个巧证 对 登了居的 他居七进三 他居七进三 黑方就最简单的办法 就把中炮换掉 因为你飞向这个底炮还有姜 他只好用马去登 然后再足五进一出 他这个足也不着急吃 你反正你也跑不掉 随时有足四平五的气 对 然后他也是想先落个象 对 因为先吃象的话 他别姜下足 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们就马四退六 他居七平五 对 然后居八 居八平四一桌 这个骑走到这儿呢 虹方就扔负了 因为下不及有泡花推尔 对 泡花推尔打居 那么最终呢 是这个 郑维彤呢 取得了这个本局的胜利 对 在决赛阶段 他也是跟这个中上红大使 对 最终在中上红大使 拿得了冠军 也是容易抱歉冷门 像来自辽宁的中上红大使呢 这次三人杯就发挥的非常好 是 并不看好他的很多棋手 但是他最终还闯入了决赛 对 最终呢 是郑维彤呢 这个毫无悬念地呢 战胜了这个中上红 因为中上红 其中 有两次都是涉险过关 对 他的棋有些很有特点 但是还是有些差距 对 那这盘棋呢 王天一呢 应该说是不在状态 但是他呢 在去年获得了个人赛 世锦赛 以及 这个碧果圆杯的比赛 应该说也是收获颇风的 对 当然 今年的大战呢 也即将的开演 也希望观众朋友呢 继续关注 我们精彩的象棋赛事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谢谢您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呢 谢谢您的观众朋友呢 谢谢您的观众朋友呢